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刘芳慈 欢迎收看全球看明示 接下来30分钟要透过我们的镜头 带你来走遍全世界 首先关注的是在今天台湾时间凌晨的震撼带 本来要拼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闪电宣布退选 她说这是对民主党跟国家最好的决定 接着表态力挺副总统贺锦丽来解放 根据CNN 美国又有限电式新网的民调 目前贺锦丽的支持度只有落后对手川普 一个百分点 CNN的政治评论员谈到拜登 赞扬他无私的固权大局 情绪还一度非常激动 拜登宣布退选震惊各界 CNN政治评论员重思谈到拜登 固权大局的决定 数度哽咽落泪 拜登的退选声明谈政机表达感谢知情外 最重要的就是强调民主党必须团结一起打败川普 并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挑大梁上阵 事实上拜登在辩论场上灾难性表现开始 民主党内至少35名议员公开呼吁拜登退选 但拜登日前坚持要选到底选到赢 现在做出重大转向过拳十分保密 连拜登的幕僚都是最后一刻 才知道 而拜登曾说身体出问题就考虑退选 但CNN报道退选决定与健康无关 而拜登表示本周会向全国说明退选原因 外界猜测拜登民调表现不佳是关键因素 现在距离民主党全代会开会不到一个月 赚钱换价动向备受怪注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拜登说要退选同时也支持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来参选 贺锦丽立刻发声明说当仁不让 同时也开始致电给党内大咖来争取支持 而民主党也在短短7个小时之内 接到将近5000万美元 约着核心台币超过16亿元的捐款支持 打破了这个大选开跑以来的最高单日募款金额 拜登宣布退选表态支持贺锦丽参选 著名的时代杂志立刻配合 推出拜登走出框 贺锦丽昂首阔步走进框的最新封面 而这画面近年延续了6月总统辩论后 拜登引发恐慌的封面主题 2020年选上副手如今有望接棒 贺锦丽也表示荣幸获得拜登支持 将争取党内相挺击败川普 但团结党内恐怕是他现阶段最艰难的挑战 前总统欧巴马发文赞扬拜登 但并未明说支持贺锦丽 而前众院议长裴洛西也没有公开挺贺 裴洛西曾表态倾向透过竞争产生候选人 到事前总统克林顿与前国务卿希拉蕊夫妇 已发声说会全力支持贺锦丽参选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贺锦丽已经动起来 指点多位国会议员拉票 包括华伦 保德温 莫瑞等有力人士都表态相挺 其实不止贺锦丽 民主党的大咖也被点名 有机会 像是56岁的加州州长纽森 还有三月才率团访台的52岁密西根州长 魏美贵 51岁关键摇摆州 兵州州长夏皮洛呼声也颇高 他擅长演说立场又属中间派都很加分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山中报的报导指出 民主党集资平台ActBlue在拜下赫尚之后 短短7小时移用入境500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16亿元的均款 冲下2024年大选开刨以来 最高单日募款金额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好 民主党林郑换将川普怎么说呢 他立刻po文说拜登不适合担任总统 甚至还算说也许明天拜登就会忘了 他宣布要退选的事情 另外他也夸口认为说 贺锦丽比拜登更容易打败啊 好 不过美国政坛分析普遍认为 贺锦丽也蛮有一面的 川普不一定打得过 美国总统拜登抛出震撼弹 宣布退选并点名支持副总统贺锦丽上场 对手川普得知消息 立刻在自己的真实社群发文 川普狂酸拜登甚至说 也许明天起床拜登就忘了自己 今天已经宣布退选 而共和党籍众议员与议长强声也泡口一致 要拜登立刻辞职 不过川普也对媒体透露 说其实贺锦丽比拜登更好打 他说了他认为 议论分析则认为贺锦丽是拜登的副总统 确实躲不开民众对现任执政的各种不满 以退出共和党的前众议员则说 贺锦丽颇有迎面 表示川普向来不喜欢女强人 尤其贺锦丽是检察官出身 贬才无碍 川普要和贺锦丽辩论恐怕会吃亏 而且共和党选战主轴 迄今都在打81岁的拜登 熊熊换人势必打乱目前的竞选节奏 民事新闻做不到 国际体坛甚至巴黎奥运现在倒数当中 在五天就要登场了 我们台湾的举重选手郭信纯 上一回的奥运在东京涌夺了金牌 不过后来受到腰伤跟腿伤的困扰 这一季还在备战巴黎奥运期间 情绪起伏很大 那么在出发前 谈到这个备战的状况 甚至郭信纯还一度哽咽 还掉下眼泪 他坦言这段期间 因为伤势时好时坏 也影响到表现了 还是希望到时候在巴黎 可能以这个最健康的状态 来登上赛场 希望你好好比赛 享受比赛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再受伤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很大的一个鼓励 一度红了眼眶 郭信纯难掩激动情绪 受到腰伤和腿伤影响 虽然有过前两届奥运的经验 但这段备战巴黎奥运的日子 郭信纯坦言就像爬了一座 更高的山 过程非常辛苦 最后的冲刺 所以我也告诉自己 就是不要想那么多 就是静下来 然后把自己的状态调好 把伤势养好 然后把这样的状态 延续到比赛那一点 然后就是也不用想 其实不用想 就是全力 上届在东京奥运夺下金牌 这届巴黎奥运 无论是自己的 起雪和众人的期盼 都让郭信纯背负更多压力 因为求好心切的他 常常在受到伤势影响时 非常挫折 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到自己影响的人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练不好 练不好 然后我就会生气 我也希望就是用 就是呈现一个非常 非常好看的比赛 然后来回复到这个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虽然强忍伤势备战 但郭信纯的目标 依旧是站上颁奖台 就是希望能以最佳表现 来感谢所有的支持 也无愧于这些日子以来 自己的努力 明时新闻这么报道 而奥运即将登场 有一个亮点 就是吉祥物福里吉 他的周边商品一上架 引发了疯狂抢购 巴黎奥运即将开幕 主办单位找来吉祥物福里吉 站上了颁奖台宣传 还特地选在地标 爱菲尔铁塔之前 两只福里吉单萌可爱 但仔细一看 他们的脚不相同 原来蓝色腿都是奥运会福里吉 一只腿是刀锋一只的 则是炮奥会的福里吉 纪念品店已经满满都是福里吉 有大型人偶 也有真的可以当成帽子戴在头上 另外随着奥运即将登场 各国运动员也陆续入驻选手村 有美国游客就带来了许多凶针 要和选手交换当成纪念 尽管游客无法进入选手村 但是可以透过交换凶针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进行交流 女士新闻林浩博总和报道 好 体谈消息继续来关线 是母亲来自于台湾的 美国高尔夫好手肖弗利 她有个中文名字叫做陈山大 她在英国公开赛 最后一轮的比赛 打出了65干的好成绩 逆转夺下冠军 陈山大也是今年 PGA锦标赛的冠军得主 一年拿下了两座大赛金杯 赛后她表示 这是美梦成真 Zander Shuffley在第18栋挑战Birdie Sowe 在万奇声中腿杆不尽 不过还是一打发结束 最后一天搅出第一预防线杆 6干65干的好成绩 虽然先结束赛程 但最后成绩还不能确定 Shuffley还得等对手打完 前两天的领先人 英国好手的Justin Rose 以及美国的Billy Hosher 虽然最后一栋都抓鸟 但还是追不上Shuffley 以两根的差距并跌第二 Shuffley获得今年英国公开赛冠军 30岁的Shuffley是东京奥运金牌 母亲陈炳英是旅日台湾人 后来鱼迷到美国 因此Shuffley的中文名字 采用母姓叫做陈山大 小时候还来过台北 英国公开赛冠军杀季 今年的PGA锦标赛之后 同一年获得了第二座大赛金杯 塞奥山大之乎美梦成真 今年高尔夫四大赛金杯 全都落在美国选手手里 也是自1982年来的第一次 再看LPGA德纳公开赛最后一轮 台湾女将诚实加地实际动小鸟 和六十八竿结束 总竿数低于八十竿十四竿 并列第三名 创下个人最佳成绩 获得了大约330万台币的奖金 冠军则是泰国选手瓦那山 明时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是棒谈 这个二刀流巨星大谷祥平 他又创下了好多的记录了 他今天轰出了超大号的拳雷把 这个拳雷打距离有473英尺 成为到齐主场时尚 到齐的选手最远的一支拳雷打 除此之外呢 大虎他连续四年至少30轰 这是大联盟历史上 日本选手第一人 同时他也累积了30轰23道 也创下记录 大谷祥平炸裂 直接轰到超越外野观众席 落在球场走道 本季第30红出炉 这球红中卡特球 被大谷狠狠重击 出速度达到116.7英里 大约是187公里 飞行距离473英尺 这是稻齐选手 在稻齐主场 由统计以来距离最远的一支拳雷打 除了距离之外 大谷J轰还缔造多项记录 他成为大联盟史上第一位 日本选手连四年至少30轰 另外他30轰外加23次倒壘成功 也是所有大联盟选手当中 本季第一位达到30 20的球员 Freddy Freeman也有烟火秀 这场稻齐炮身隆隆 全场敲出六支拳雷打 乍翻红袜 大鼓一口气 创下多项记录的比赛 球队最后也以9比6赢球 稻齐在明星赛后 第一个系列赛 三连战横扫红袜 明星文综合报道 以前泰国跟辽国之间 只有一条长3.5公里的铁路 主要是给货车走的 为了推动观光 两国之间现在打造了一条长 634公里的铁道 日前通车了 辽国永珍火车站 也在前天迎来了第一批旅客 辽国首都永珍坎萨瓦火车站 20号上午格外热闹 月台上身穿传统服饰的辽国人员 迎接下车的旅客 还发送小礼物 蓝底白字的横幅写着 热烈欢迎第一批 由曼谷搭火车 抵达永珍的旅客 泰国辽国的国际列车 19号正式通车 第一辆列车当天晚上8点半 由泰国曼谷阿匹瓦中央车站出发 10个小时后 抵达辽国永珍坎萨瓦站 全长634公里 旅客到站后办理入境手续 就可以进入辽国 火车票分三等 单程车票落在281到874泰铢之间 辽国当局安排了接驳车 前往永珍市区和重要观光景点 都很方便 也有接驳车前往另一个车站 可换火车进入中国 这条跨国铁路的开通 可为泰国和辽国的经济 贸易和旅游带来巨大的效益 泰国政府正全力推动 点燃泰国的政策 这条铁路可让泰国成为 区域内的旅游和物流中心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镜头转到日本 关东延伸到本州中部的 东海道新干线 凌晨发生轨道维修保养车 相撞意外 导致静岗冰松车站 到艾芝民谷车站之间的路段 通通停止 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 日本东海道新干线的爱芝一带路段 22号清晨进行铁轨保养等工程时 发生维修保养车的相撞意外 除了造成车辆出轨外 还有两名现场人员受到轻伤 这其意外也造成东海道新干线 从静岗县冰松车站 到艾芝县明谷车站间的路段 全面停止 直接冲击区域交通运输 从东京到明谷等各地车站 旅客一大早到了现场 才知道新干线大范围停止 既定行程全都被打乱 东海道新干线因意外大范围停止 连带也无法连通道 行进西日本的山阳新干线 由于相撞的维修保养车 仍无法动弹 至少要到22号傍晚以后 才有可能被挪出铁柜 对各地旅客的影响恐将进一步扩大 甚至东海也呼吁民众 随时留意最新交通讯息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好同样在日本 我来关心的是东京都的国立市 这里有一条大道 可以远眺美丽的富士山风光 好所以这条大道就称为富士剑大道 好但是之前有建商 竟然在这个大道上盖了一栋建筑 整个遮住了富士山的山景 引发了不小的批评 建商最后也很干脆决定把大楼给拆了 这回被拆除的十层楼高大楼 原本已经快要完工了 在这个月就可以交屋了 不过在爆出说大楼本身影响了周围的富士山景观之后 就引发了踏伐 最后建商宣布取消整栋的建筑建案 也就是要把大楼给拆掉 不过也有民众认为说 整栋拆除的处理方式太浪费了 也有人担心过程会产生噪音等问题 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拆除工程 还是在这个月正式展开 要来拆除动工了 预计到明年八月就能正式拆完 好国人真的很常去日本 不管是出差经商或者是旅游等等 好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今年夏天日本迎来了破纪录的高温 东京等地在今天上午 气温达到了摄氏35度 好中部的山林线到了午后还来到了40度 中暑患者也因此增加 有企业为了避免员工在上班途中中暑 最新宣布只要地区炎热程度 达到了一定标准就建议改为远距工作 22号上午东西日本受高气压笼罩影响 各地天气晴朗酷热 从东京千叶静岗等地都出现 35度以上的危险及高温 其中此乘县更有地区上午室外气温 就来到37.5度 气象单位也针对全国39个都府县 发布重暑警报呼吁民众小心 气象单位除了提醒民众补充水分 不要吝啬开冷气 更再三呼吁避免在阳光震慎时外出 其中其余现有企业为了降低员工出门工作 隐藏的重暑风险 宣布只要地区天气太过炎热时 员工可自行改为远距上班 不必勉强前往公司 但到了22号5号 日本各地温度还是更进一步飙升 山梨县甲府等地气温更一口气 飙到39.5度上下 而东京有超过80人因重暑送医 面对日本今年迎来破纪录高温盛夏 如何避免酷暑伤升 成为不可忽视的严肃课题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上详细的天气重控把时间交给敏西 哈喽 大家晚安 我是民事AI主播敏西 日本三重线的鸟鱼水族馆 最近透过他们的官方账号 上传了非常吸引人的影片 两只小海踏不但会跟着四域员的指示 摆出可爱的停格动作 还会拿起各种小道具 和工作人员玩耍互动 影片短短几天 就获得300多万人次的点阅 大家都说 实在是太疗愈了 接下来 来看今天的国际气象相关消息 美国加州北部的山脊地带 最近遭到野火侵袭 延烧范围超过800公顷 迫使当地数千位居民撤离家园 加州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现在来看国际主要城市的温度 东京 大阪 首尔 最低24度最高36度 新加坡 雅加达 河内 最低24度最高34度 吉隆坡 马尼拉 新德里 最低26度最高35度 莫斯科 最低15度最高25度 其他最新国内外消息 请大家持续锁定民事新闻 我是闽西 接下来把现场交给主播 我是刘芳慈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也请持续收听我们各节Podcast 带给您最新最及时的新闻 那么看看 现在再次再次准备下交给主播 请大家记录一下 决定 决定